可了 再加上我大姐三姐肯定在旁边煽风点火的 我就怕咱俩这事不会太顺利 那怎么办啊 哎呀妈妈 要不然回去之后我跟我爸说 说你怀孕了 生你煮成熟饭了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房道 你怎么这么二啊你 不是你说咱俩这还没结婚呢 我就先怀孕了是个什么情况啊 再说了 这万一要怀不上孩子的话 到时候你给我变一个出来 说吊了不就完了吗 哎呀我看你就是真傻真傻啊房道 那能说吊了吗 那要吊了的话那不是我身体不好吗 这先是特轻浮未婚先孕 结果又绑不住孩子 你说那你爸能喜欢我吗 可谁谁也不可能喜欢呀 那怎么办呀 我都想好了 想 这样 你先回去 然后呢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到时候我再回去 对付你爸 那我也有绝招 你自己去呀 啊 没问题 你别乖乖 我先走了啊 你到时候把地址发了 等会儿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别管我了 啊 大姐说 那个姑娘 黑眼圈 黑丝袜 钢丝头 眼珠子一天换一个颜色 愁饮喝酒 一个包好几万块钱呢 上大米饭店吃饭 一吃就是好几千块钱 这奢侈还不算什么 这关键啊 还不懂得尊重人 把果果掖喻得连晚饭都没吃 爸 爸 姑 二姐 爸 我想死你了我 啊 啊 一边去 啊 你说你找的这个人 你谁啊 哎呦 爸 我想死你了我 啊 一边去 啊 你说你找的这个人 你谁啊 你是我儿子吗 你还是中国人呐 瞧你这个德行 那头上的毛怎么弄它 跟个朝铁礁似的 还有这 哎呀呀 爸 疼 疼我先给你蹲掉喽 这 这个叫耳丁 我妈原来带过 你妈带过 你男着女的 那个二姨子 你才能给我滚出去 你 你不能走 你上去给我丢人 来来 那谁 小米 马上给他那里的厨房去 用捡水 给他头跑了给他女之了 崔崔 你把他这 这很困的 牛仔裤 你在北京没分好吧 或者都要了饭了吧 他就是会我也没穿这种裤子 随身 给他补一补 捡一捡 你 爸 您 是妥啊您 宋子 拜拜好 姑姑好 姐姐好 你是 是 我是豆子的女朋友 我叫李萌萌 刚才爸在机场的时候 我碰到以前教我的一老师 我就跟他聊了几句 我又怕你们担心啊 就让豆子先回来了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爸 我先带萌萌去洗个手啊 我一会儿回来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是吧 看着还行啊 装的吧 聊聊看 聊聊聊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了 好看吗 好看个屁 你这个太假了 赶紧换回来 赶紧换回来 你们家人都说好看的 不行 我实在受不了 你换回来行不行 我不管 我喜欢 我就是这样 不是 回来了 坐吧 不 你们先起 你们先起 豆子 要不我带你去把头发弄了吧 不是 姐 你别闹啊你 二姐 您说她这头发吧 是 我都说她好多次了 让她赶紧染回来 你说弄得跟那朝天娇似的 你看我说什么 你叫什么呢 萌萌 对对对 萌萌 你打算跟她结婚啊 你看着她什么了 帅 我说她的 我就觉得吧 她对我特好 很疼我 而且 她还愿意为我做饭 她爱做饭 是啊 豆子说了 她愿意为了我去学厨艺 我们俩结婚以后啊 也开一家餐馆 她 她要学厨艺 爸 我先带萌萌上去把行李放一下啊 走走走 来 走 我们先回房间去 我拿我们 我房间在二楼啊 来来来 走走 走吧 不是 你先别说呀 你要是说了又没开诚 我爸多难过呀 那我那不是为了哄你爸高兴的吗 你看刚才把他给美的 那你也不能蒙他 那你还想不想娶我 不娶算了 那我现在就跟你爸说去 我就说我们刚才是蒙你呢 我们两个逗你玩 行吗 别呀 那我爸还不得疯了呀 行行行 那 那都听你的就是了 商量的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后悔了 没有吧 我刚才怪萌萌来着 这些事应该由我来说呀 他强我台词 对 你真的想学厨艺 那还等什么呀 最真赶快做饭去啊 姑姑 别 你跟豆子也好久没见了 你们聊聊天吧 你 我去坐 你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动手呢 对啊 我们去就行了 你们坐啊 再麻烦你了 让他们坐就行了 刀刀 赶快到对面理发馆 把头发先给我理直了 不是 去吧 快去吧 行行行 是 小米 这姑娘还行啊 是啊 我觉得她挺懂事的 而且大大方方的 反倒是豆子比起来啊 毛毛躁躁的了 就跟果果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要不咱们再观察观察 去吧 结婚以后有什么打算的 我 我们打算就在淮州住下 让豆子啊 好好跟您学学手艺 虽然我在北京有房子 对对对 爸 我们在北京有房子了 萌萌买了一别墅 给我们俩做婚房 那是我父母送我的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那儿住 您现在年纪也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我们礼应该多陪陪您 我看见院子里 您还养着一条狗呢 可是再怎么样 必定不能取代了儿女的陪伴嘛 对吧 您们绕等一会儿 绕等一会儿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回怀州了 你别管了 萌萌 你来得匆忙 我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见面的意义 这是个红包 喜欢什么自个拿去卖吧 不 我不能要 您拿着 您拿着吧 爸 给你的 别别别 您拿着 这个 是我们孝顺您的 你还给我红包 这孩子 我们做子女的赚钱 不就是为了孝顺父母吗 爸 您收下吧 你瞧瞧人家 你瞧瞧人家 这辈子我没花过那一分钱 一分钱都没有 爸 这萌萌不就代表我吗 她可是我媳妇 你瞧瞧 这辈子还 就干了这么一件正件事 萌萌 谢谢 谢谢 这儿的口味 您多吃点 您还习惯吗 我觉得好吃 真好吃 姑 一会儿吃完饭咱们俩去商场 给他们俩买点新的床上用品 好好好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 不是 本来这些东西就是应该我们准备好的 哪儿啊 是我们回来都太突然了 哎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 我还 我还没逛过怀州的商店呢 小城市跟北京没法比 哪儿啊 北京又大 人又多 不如小城市有意思 你吃吃 这儿我爸 谢谢 谢谢 好 尝尝我的手 谢谢 您先吃一个 别跟我家了 你吃你吃 好 来 姑姑 二姐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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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我带你 那就是我们女人的事能瞎唱什么呀 不是 来 来 我跟 我跟萌萌说点事啊 来 来 快快点啊 行 干嘛 干嘛呀 你见好就收回了 你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时间长了肯定穿风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不是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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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咱们去哪儿啊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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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友人吃双烤吧 那打折吧 你来干什么呀 我路过 路过 前面一条街 后边一条街 没有哪条街上写着此路不通情绕行 你凭什么骗走我家这条街呀 我去前面 钱什么钱 对了 前面是一家脑瘫庄上科医院 你去看病去是吧 慢走不送 你说你这种智力的人跑出来 没人跟着 你家大人也真放心呀 你家那个女吊丝呢 她不是一向把你吊得挺紧的吗 豆子 干什么呀 果果还好吗 当然好了 脑财一让位 高富帅抢着来舞位 你听说过周氏集团吗 周氏 也是 你一井井直华知道什么呀 周氏 大餐饮集团 全国十几家连锁 全是高端酒楼 这么大一款 对我姐姐 一往情深 对了 我回来之前 我们刚一块泡完温泉 你们一起去 对呀 我 周露 还有果果 我告诉你啊 我估计 他们年后就该结婚了吧 所以 你没事啊 别老在我们家门口瞎逛悠啊 干扰我们家气场 对呀 志童 你怎么在这儿 你出门忘带手机了 谢谢 志童 我想请几天假 好 你怎么不问为什么 是吗 一庄家 总有你的理由